1211又如何呢 雪兒想問 她說有沒有機會受惠於Tesla業績 我想她的意思就想問 她說229元她買了一點 短期有沒有機會炒上去240元 其實理論上 其實這次應該說比亞迪 其實我覺得這次不需要靠Tesla業績幫助她 因為其實她早兩個星期多一點 其實她宣布了一個位置 就是我一直說有些傳統車企業務的公司 要狠下心腸 麻煩你們斬廳切鐵轉 換回一些新的方向 其實大家要記得 她大概兩個禮拜前 那星期一突然有一枝羊竹 其實她突破了下降軌 那晚做了一件事 當然大家會看到她的交付量不差 那晚大家可以想一下這件事 但反過來那晚 另外最大的亮點是她願意將傳統的Ice Car 全部不再做 即大家已經可以預視到 其實Ice Car 即傳統那些引擎車 其實對於舊車來說是一個拖累 原本他們想著吊著鹽水 靠他們吊著鹽水 究竟還是否一包鹽水呢 是的 究竟幫不幫到手 其實是大家可能真的要重新檢視 變了其實比亞迪是自從那個消息之後 我覺得我再給她加分 我覺得一個管理層肯認 我覺得有點認錯 或者機到時勢是要走就做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她突破了下降軌之後 其實現在的走勢有少許像 都是有點像頭肩底一樣 如果你從二月份到現在走 所以我自己覺得短線 其實你不要跌得低於210或215 走勢理論上還是走一個比較漂亮的格局 即我防守我覺得那個位置 如果突破到的 其實我覺得短線一點就二七幾 應該會是其中一個大家會去試的位置 但記住 你現在面對的問題 都是很多不同的疫情消息 以及消費力的問題 我現在看一下 這麽不足夠的得好 所以我今天看到 我們那裡還會做很多 你 我 你 你